路口搶快左转 记者碾壁塑胶厂老板 痛得一生 这辆休旅车撞到路人 路人被车头一路往前推 现场有长达3公尺的煞车痕迹 地上还有一大滩血 造势的驾驶是一名陈信记者 1号晚上 他开车经过屏东潮州这个路口 要左转时一次车速过快 撞上77岁的黄姓塑胶厂老板 他赶紧下车查看 但对方已卡在车底下 身上多处外伤 脸部严重变形 到院前已无生命迹象 抢救后人不至身亡 记者被依过削自止罪 移送 东新闻屏东报导